世间人 特别是六道凡夫 觉悟的人少啊 念念还留念人天福德 不肯舍弃人天的福德 所以他们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可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呢 一定要随顺他的根性 随顺他的爱好 渐渐的诱导啊 众生注重在福吗 哪一个人不求福呢 不信佛的人有 不求福的人没有啊 哪个求福 你在新加坡每一个街道上走走 你看人家贴的 那个福子的倒贴的 倒贴的 福到了 他在求福 那福真的到了没有了 很难讲 可见的求福之心 没有一个人不如是 什么叫福德 实在讲他也不懂的 他认为了升官发财是福德 儒家是以孔劳夫子为代表 能语里面讲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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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五种的德行 温量公兼让啊 实在讲 这是做人的根本啊 人道的基础啊 温厚 温厚 心的厚道啊 表现在外面的温和 善良 公身 公是公尽 甚至谨慎 小心 借谨 忍让 夫子的 武德 所感到的 福报 中国古人讲 五福 五福灵 五福灵 第一个是 福寿 我们今天讲的健康长寿 这是第一福 第二是富贵 富是有财富 贵是有地位 你在这个社会上 有地位 有财富 第三呢 康宁 康室 健康 安宁 身心 安稳 身心快乐 心 没有忧虑 身 没有苦难 身向乐 心里面喜悦 这是康宁 这是康宁 第四 好德 第五 是 考宗 考宗就是 好死 那么在武德里面 富寿 富贵 康宁 考宗 都是讲的果 是你享受的 好德 是因 修因 你要不修因 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果报 好德 就是 温良 功 健 让 你能够修德了 你才能够得福啊 享福的时候 还要修德 你这个福报 才能够绵长 才不至于享尽啊 那么在佛法里面 修学比这个更殊胜 但是 我们要知道 温良 功敬 让这五个字 确实是根本 我们的修学 也把这个当作根本 仰武德 修六合 今天 我们修学 进出法门 我们把基础 奠定在 《观无量寿经》里面 讲的三福 《观无量寿经》 这是我们的基础 三福是什么呢 三福就是 地藏菩萨 本愿经 三福里面 第一福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事善业 第二福 受持三规 居足 中介 不犯 为 第三福 发菩提心 身心 因果 独送 大臣 劝尽 行者 都想想 这总共 十一句 这十一句 所讲的 是不是 地藏 菩萨 本愿经 所以这一步 经 就是这三福 十一句话的 详细 说明而已 那么 佛说过 这个三条 是 三世 祝福 敬业 正因 这八个字 非常重要啊 世尊 为我们说明 摄放三世 一切 祝福 从初发心 修行 正果 就是依 这个基础 可见的 这个十一句 不是我们 尽忠修行 唯一的基础啊 任何一个发门 八万发千 八千 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任何一个发门 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 就是地藏菩萨 本愿经 所以 如果不从这部经上 奠定基础 修学任何法 都不能成就 所以我说 这是行门里面的根本法 非常非常重要 青年法师 在诸节里面 跟我们讲的 这个六战日 跟我们讲的 五戒十善 他特别指出这个 利益仁天 富得之死 这个在基础里面 在强调 最根本的基础 一定要修五戒 一定要修十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